奋利博试图从谷底翻身 走过低潮的一年 展望今年景气却依旧悲观 还有看不见的黑天鹅来搅局 不预见可能发生的 我想可能有几个 一个就是中国的一个Hardlanding 一个硬着陆 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 预期它大概不会发生 但是不是没有可能发生 总统府自证陈冲认为 预期之外的变数 最为可怕 今年有三大黑天鹅环绕 一旦人民被继续贬值 将带来金融危机 还有英国脱离欧盟的不确定性 以及美国升息幅度 和其他国家宽松情况 都是未知数 反观国内政党轮替 陈聪强调早就可以预见 不会成为影响景气的变数 即将卸任总统 或者要新任总统 英文叫做 Incoming President 或者是Outgoing President 应该做起来好好谈一下 怎么让提升国家最大的价值 我们要看一眼未来 不是只看这四个月了 是要做什么事情 是将来对方接手以后 能够觉得这个事情是该做 继续做的 我想这些事情一定要有一个交接的模式 内阁请辞待命 扛下重责的副院长张善政喊话 今年第二季之后 景气会逐渐好转 不过前提是 在520前过渡时期 新旧政府要谈好交接模式 内政不能空转 三地新闻 林玉峰 陈宜杰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宜杰北报道